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项 打开 弹出了打开的对话框 我们在查看菜单中选择狩猎图模式 拖拽 寻找一张雪中的照片 要制作的照片 寻找好后 点击打开 打开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张照片都是与绿色为主料的 所以 我们点击 来到通道面板 点击绿色通道 看到绿色通道之后 我们只选择绿色的可视性 调节其他的可视性为不可视 在绿色通道的面板上 点击右键 复制通道 复制为绿色副本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回到 我们来点击 历镜 艺术效果 胶片颗粒 调整胶片的颗粒为 十 高光区域 随着自己想要的效果的 制作出的效果的大小 调节 在这里 我们调节为8 光照的强度 我们调节为5 调节好后 点击 确定 选择 我们调节为8 光照的颗粒为9 冷中 新图层点击 选好后 我们接着回到通道面板 选择绿色的绿色副本的可视性 选好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刚刚下学好的一些场景 其他的通道为不可视 接着我们在这张通道上 右键选择载入选区 弹出了对话框 不做更改 点击确定 接下来 我们继续回到RGB通道 回到图层面板 把图层一中的前景色设置为白色 点击 调整好后 点击确定 接下来把选区的内的图像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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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清除键 填充为白色 这样 就大体的制作出了雪花的 范围 调整好后 右键 取消 取消选拨 可是 这样看起来的雪会比较假 没有真实的效果 所以 我们还需要调整 首先 让我们来调整 它的亮度 点击图像 调整 色阶 曲线 点击图像 调整 曲线 称低 它的名度 以及确定 接下来 我们来 在图层一中 双击 弹出一个 图层样式的对话框 接下来 我们在 这些选项中 选择 斜面与浮雕 看到的预览图 我们来调整 样式为 内斜面 方法为平滑 深度为100% 方向为 上 大小 设置为 设置为 软化 设置为 2 角度 根据 根据 照片源 照的 亮度的方向 调整 光照的 方向 调整 调整好后 我们来点击 确定 接下来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 点击图层一 背景 然后 右键 合并图层 把两张图层 合并到一起 接着点击图像 调整 设设置 设计 降低 中间设的设计 为 0.75 点击 确定 根据我们的需要 调整 出 亮度对比度 降低 降低整张照片的 亮度为 -20 对比度 增加到 20 调整好后 点击 确定 这样 我们就调整出了 雪中的 美景的照片 接下来 我们点击 文件 储存为 把我们的照片 更名为 雪景 格式 调整为 JPG格式 调整好后 点击 保存 确定 这样 我们所制作出来的 效果 就被保存起来了 关闭Photoshop 好了 本节课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由21互联远程教育网 推出的 Photoshop 一千里 系列教程 网继续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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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